一起搶先收看 二分之一搶網路獨播版 那請問一下你們國家的這些旅人們呢 出國旅遊有哪一些特殊癖好呢 你們會有什麼樣的癖好呢 西班牙 西班牙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拳托 以前是真的很流行 前一陣子就是有一個照片是一定要拍 就是背影 就這個 全球拍落 不是 不好意思 我們是在問西班牙觀光那個 不是問佩德羅 不 是大家真的很流行 就是Instagram要放一個 你到一個景點嘛 你就是拍你的背影 全落的 就是代表你征服了這個地方 對 我看到這個流行就覺得你們晚來了 我已經征服全世界很久了 這幹什麼這一張 你在對眼睛 感覺就好像被那個地方征服了 這張是我拍的 我覺得這張是沖繩要拍 而且颱風天 颱風天 對 這是法國 這是準備裸奔 感覺你到這個地方被這個地方征服了 在法國不許你會被怪 英國 這不是被你的 我的室友 就是去賈那里群島 就是賈掛打架的那個 那個樹很薄 你這樣就 這是葡萄牙 可是我真的覺得我們不能 我覺得我們不能這樣子糊弄觀眾 因為我認識很多西班牙人 其實只有佩德羅才會整個樣子 不不不 我說我用那個光 那可那你當你在拍的時候 那別人是怎麼看你 因為你在拍的是一個裸體的人 這一對就是一對愛侶啊 這個是真的 我們常常會就是被誤會 我們是一起的 是 對 那最後放棄就真的在一起了 他們拍佩德羅最累的就是 拍完之後還要修圖 修圖很嚴重 他修圖最累的 他真的要求很多 因為我拍完他就說 這個太矮了 你身高就很矮你要怎麼樣 不是 或是你拍他說這個太短了 不是要修圖 哪個太短 只要從下面那個角度 讓我的腿看起來長一點就可以 沒有人想要下雪那個角度 那個角度 就角度讓我腿看起來長一點 其他都是完美的 兩位愛侶不要吵架了好不好 對 那你有沒有曾經脫光拍照 被警察趕 反而是被捕吧 我沒有 但是你說只有我這樣嗎 不是 那個以前有一個 就是鬧全世界的一個新聞 是一個西班牙人在那個 日本東京的那個 黃 就是田黃那個宮殿嘛 他不是圍著一個 一個虎嗎 他的 就是一個中年人 他的老婆 包包掉在水裡 他就全躲了 下去 那個東京田黃宮殿的虎的水裡 就是被日本的記者 所有的觀光客瘋狂的拍照 對 可是我們要講一件事 其實Pedro不是有病 他心裡沒有病 就是在西班牙很多城市 全落是合法的 在巴斯洛納你走在路上 常常會看到很多 刷來刷去的東西 那個就是正常的 對 所以你很常去那一旅 沒有 我就去過一次而已 那印象深刻 印象深刻 對 那義大利的話可以講義大利嗎 義大利的話 就是我們沒有水 無法吃飯 我們沒有辦法吞下的東西 因為台灣其實 如果有杏有水 有可能是熱的 但是有很多餐廳根本沒有水 要麼有茶 要麼有熱湯 像我最近我爸爸媽媽去那個 那個台南那邊的烏山上 然後有一個那個什麼 厚德自主廟 非常有名的一個廟 然後裡面有提供 免費的素食料理給觀光客這樣子 然後我跟我爸爸媽媽媽吃飯的時候 我爸爸說 水咧 我說 不好意思 這邊沒有水 他說 我再沒有辦法吞東西 我說 沒關係 我幫你拿湯就好了 我給他湯的時候 他試喝 但是他還是沒有辦法吞 因為那個水熱的 很多義大利人喝熱的東西 沒有辦法吞食物 所以我爸爸氣的 他這一走路 他就嚇上 他走45分鐘去 最近的那個便利商店買一瓶水 但是他回來的時候 我們都已經吃飽了 沒有東西可以吃 所以他要買到水 可是沒有吃到飯 所以其實有時候可能你們覺得 你們覺得說喝冷水對身體不好嗎 對不對 很多中英國這麼說 可是很多歐洲國家 尤其是義大利沒有冷水 根本沒有辦法吃飯 甚至沒有冰的水 他們覺得無法解渴 他們會這樣說 你跟日本人一樣 都要喝冰水 對 大家 俄羅斯人 俄羅斯人是 拿飯店東西 對 感覺你們出國在那麼細 沒有 因為出國也要開心 所以我拿東西會更開心 因為就是飯 就是如果 那你拿飯店什麼東西 電視跟沙發嗎 對 有一些人可能會 但是我比較小 我沒有辦法 但是其實我們都是會 就是把肥皂啊 那個毛巾 什麼東西都 睡衣 毛巾 睡衣 睡衣 從頭都拿走啊 因為我們覺得不要浪費 我哪兒 就是帶回家 可以用啊 可以 就是繼續用啊 所以為什麼要浪費 而且有一次 沒有浪費啊 這飯店要永續經營耶 羅斯人覺得 他們已經付了錢 對 我已經付了 裡面的東西都是我的 因為我付了正個瓶 就是正瓶 但是我只有用了一次 一點點 他們少一個毛巾 他們不會知道啦 對啊 那一條就在你身上 不是 他應該是也學會了 對 而且就是有一次 我跟我媽媽去 我北歐留遊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們是跟團體一起去 然後我們有一個 打年紀的叔叔 他拿了兩個浴袍 就是從飯店拿了兩個浴袍 然後我們問他 為什麼他要兩個浴袍啊 他說 因為老婆 我跟他打電話 一直問他 他又沒有跟他買禮物 他不知道買什麼禮物 因為就是已經沒有時間了 我們就要走啊 回去羅斯 他就拿走了兩個浴袍送給他 就當禮物啊 所以他老婆的禮物 就是飯店偷拿的浴袍 對對對 但是有一些東西是比較好的 像是毛巾 燈 台燈啊 還在 桌子啊 不過這很好 因為我如果去飯店 我會拿那個拖鞋 然後我送我俄羅斯朋友 他超開心 因為是飯店的東西 對 OK 所以下次 下次遇到俄羅斯的朋友 你就知道要送他送 送飯店的東西 送什麼的 送錢 Emma 台灣的人有時候會 逼導遊加行程 對啊 對 因為上次之前我們去日本 然後 大家就是嘛 會看書 然後會看什麼旅遊的報導 那我們那時候在熊本 然後譬如說 我們現在現在看一個寺廟 然後他們就說 聽說隔壁有那個天皇以前 什麼避暑的地方 然後就跟導遊要求 可是導遊就說 因為看起來很近 可是他就說 就沒有在行程上不肯 然後譬如說 我們去吃完馬肉 然後旁邊有賣和果子 然後台灣的旅遊團就會說 我們要去那一家 因為那家很有名 然後導遊就會說 可以你們把那個旅遊手冊拿出來看嗎 他說就是沒有這個行程 可是台灣人就會覺得 這麼近 可是因為對我們來講 其實就是可能 五家店 十家店的距離 可是對日本來說 他們幾點幾分到哪裡 幾點幾分 他們移動幾分鐘 對他們來講都很重要 所以導遊是完全不接受 可是台灣人都會覺得 就這麼近 我們就看到他在那 如果是台灣導遊一定會加 但日本人他是 他會當機 對 他們連移動 十三分鐘 就是十三分鐘 沒有他可能 團體帶進去那家店 他還要先跟那家店通知 先跟他們講 所以對他們來說 這太困難了 所以台灣人就很想要逼的話 你知道日本就是逼不了的 對 嗨 嘿嘿 你的是 我是覺得 紐約人 嘿嘿嘿 連 因為有一次我是 我姊姊她的一些朋友 然後是紐約人 她來台灣玩 那我們就帶他們出去玩 然後他們 就覺得說到任何一個地方 他們都要講說 你們比如說去咖啡廳 你們這個咖啡廳跟我們紐約的咖啡廳 比起來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但他們不會說他們比較好 比如說到了我們的捷運 他們就說 哇 你們的地鐵站好乾淨 跟我們紐約的比起來 就怎麼樣怎麼樣 We New Yorker就會怎麼樣怎麼樣 他們講三句話 一定要講一句說 We New Yorker 對 一定要 一定要 深怕大家不知道他們是New Yorker 然後甚至有時候 可能看到地上有一坨狗屎 他說Oh my God 你們台灣的那個大便 狗的大便 跟我們紐約的比起來 We New Yorker Share I'm you Like you 他們都 關於跟狗屎 他們都要講說 跟紐約的比起來怎麼樣 對啊 我覺得他們可能是非常 以他們是New Yorker 自豪 他可能覺得他們是另外一顆地球 對啊 真的 對 他們不會說 他們不會說覺得你比他們差 他們還是會承認說 很多地方你們比他們好 但他們就是一定要說他們是New Yorker 其實我在台灣認識好幾個 紐約的人 他們是滿自大 其實我認識他們 他們好像常常在這裡被打 真的啊 都是被你打 這是被別的美國人打 對 對啊 他們好像還滿不喜歡紐約人 而且他們就是 他們會不論從哪裡來 他們不會說我是美國人 他們會說我是紐約人 就是不是美國人 就是紐約人 類似這種 可是美國其他地方也都會這樣講啊 從L.A. 從San Francisco 但是不會 不會那麼自大 對 他們會故意講 OK 對 我們可以講美國人啊 OK 他們 我覺得 南非人 我之所以有這些俄羅斯朋友 是因為南非 你跟俄羅斯人有什麼關係 我不懂啊 你為什麼 你現在就知道了 我現在是我的故事啊 跟剛剛沒有關係了 新故事開始 OK 好 反正 我覺得我有這麼多俄羅斯朋友呢 是因為只有南非人 可以跟上俄羅斯人的腳步 因為我們出國呢 我們在乎一件事情 就是 酒吧喝到掛 而且 南非人很厲害 我們這個是有天分的 我們出國真的有辦法找到 CP值最高的酒吧 不管他在哪裡 像我們之前去長灘島 然後也是跟一群南非朋友去 然後他 我不知道他怎麼找到 他在一個 長灘島好像就一條大馬路基本上 可是他在那個 什麼都沒有的那一個地段 找到一個當地人的酒吧 然後那一個酒吧是 整個島上CP值最高的酒精 OK 他們有賣一個 15杯的鏡頭 然後就是每一個鏡頭都很恐怖 然後每一個口味都很不一樣 長灘島 我跟你講 你是不是跟我去的是同一家 因為他們現在流行說 這個15杯鏡頭喝完 沒有倒的人可以換什麼 可以得一個分數跟一個T恤 一個T恤 對 我們整個南非團隊都有T恤 我跟你講 我們整個台灣團也都有 可是 就我沒有拿到T恤 因為南非人太瘋了 我還沒有喝完 砰 整個倒下 那一天 看起來很大 我們就是去跳倒 然後玩水 那鏡頭看起來超 那鏡頭是超大杯 超大杯 對 真的一個人喝嗎 還是可以輪流 一個人喝 當然是一個人喝啊 一個人喝 這個很恐怖 因為我最後醒來 稍微有一些意識 我想說不行 我必須離開這些南非朋友 不然我會死在這裡 然後我終於有點意識 我必須快點離開這個地方 我就開始走 可是我已經倒了嘛 我就開始走 然後長灘島 你就只有兩邊可以走嘛 我走錯邊了 而且我走 一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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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不到我的飯店 結果遇到俄羅斯人 哇 更慘 又喝了 15杯 我不知道 又要喝 這個機會好像 這個有可能 因為我走一走 我就斷片了 我直接斷片 好危險喔 然後早上 我是被那個很熱的太陽造型 然後我就 好痛苦 用爬的這樣爬到陰裡 然後好像沒有用 又爬到海裡去 然後終於醒了 我就看一下 然後沿著那個長灘島看 我的飯店好像完全在另外一邊 好像我要走 超級嚴重的宿醉 超級大的太陽 我要走二十多公里 在沙灘上 你的東西還在你身上嗎 我就只剩下背心褲子 一個是手機 什麼都沒了 他跟我是朋友 去飯店拿東西就好了 對 這個沒事 你的朋友把你丟下來一個人 是我說 我要走了 他自己逃走的 逃走的 結果走錯邊了 太危險了 你想 這次醒來之後 你發現飯店在很遠的那一頭 跟你醒來之後 發現你飯店就在旁邊 你拿一個會比較火大 那你當時沒有很挫嗎 沒有啊 就任命 就乖乖地帶著宿醉 踏太陽就走回去 不然怎麼看 好可憐 而Frenzy強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醒來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